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次的视频内容 那么这次视频内容是为什么我会推荐你使用动圈麦来去做播客 那我们在之前的内容当中曾跟大家介绍过 你如果想做播客呢,你首先是要开始 在开始这个阶段,你无论使用什么样的设备来录音都是OK的 哪怕你拿手机来录音也是很OK的 那重要的是你要开始 但你的节目一旦开始以后,慢慢的你会有很多听众 那你就会要考虑说,我使用手机录音是不是大家听起来音质不那么好 那我能不能去提升我的设备,然后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收听体验呢 那当然是有的,那在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 你如果要升级设备呢,首先你应该去升级你的麦克风 那如果你脱离了手机的麦克风以后 下一步去选麦克风的时候就会遇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是买电容麦还是买动圈麦 那这两个其实是我们可能平时接触到不多的这两种麦克风的分类 但是他们确实是又会影响到我们在录播客时的具体的体验 所以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这些 那么首先呢,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些电容麦和动圈麦 那我们说起电容麦,而且是最常见的话 那我相信其实大家最熟的还是这个Blueity 那Blueity这个麦克风呢 其实我们会看到不管是做播客的还是做视频的 大家其实都在用这个麦克风来去录音 那它确实是一个网红款的麦克风 而且呢,确实很好用 很多人都在使用它来去录制自己的视频节目也好 音频节目也好 大家都在使用它 那除了电容麦以外 那另外一个就是动圈麦 动圈麦呢 就是比如说像我自己使用的这款SM58 那说来的SM58呢就是一个动圈麦 当然其实动圈麦也有非常多的种类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 包括你自己的喜好的程度来去选择不同的电容麦 或者是动圈麦 只是说就播客这个场景而言呢 我个人其实还是更建议你使用动圈麦来录制 那这二者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一个比较核心的区别是二者的原理是不同的 那动圈麦呢 采用的是电磁感应原理 它其实类似于我们看到的扬声器喇叭 对吧 那它是通过磁体来发生的 磁体来发生这个过程中呢 它会有一个预值 那如果声音到不了这个预值 它就不会去触发它的电流感应 所以呢 我们在录制的时候 那一些很小的声音呢 就不会被录制进来 而电容麦呢 它采用的是电容器的充放电源力 它呢 虽然说也是靠说 我们说通过声音来去产生一些力 然后让它能够记录 但不同的是 因为电容呢 它本身是我们 如果你是理科生 你会知道电容它本身 它的这个间隙就很小 所以说呢 你可能很小的这个声音带来的压力 就可以让它被记录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 那动圈麦呢 它往往会记录一些比较核心的声音 而电容麦就是什么声音都会记录 那这个原理的区别 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使用电容麦 你其实会有很多额外的工作 也就是说你需要 对你所收进来的这些声音 进行另外的处理 比如说你要对声音做降噪处理啊 你要对环境音做处理 那这些都是电容麦给你带来的额外工作 那么在前几天呢 我刚好录了一期播客 在录播客的同时呢 我使用的是Zoom的这个H5麦克风 然后外接了我的这个舒尔的麦克风来录音的 我主要是用这个舒尔来录音 但在录音的同时呢 我把这个Zoom H5的他自带的这两个电容麦克风给打开了 那我说哎 那我把这个声音的录制下来 刚好给大家来去做这一期的视频啊 让大家能够真可真正的感受到说电容麦和动圈麦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这两个不同的设备所录制出来的音 那实际上呢 这是我的H5的SD卡 然后呢 我当时呢 我是使用这个一号的这个口 外接的这个口 来去录制我的舒尔的 然后呢 另外的两口呢 录制的是这个电容麦的 那我先把这个两个都拉到静音 那么我们首先先来听一下电容麦 也就是说 他会收到更多噪音的这样的一种版本 很大的点在于说 真正创新的点 其实还是在最早期 对吧 大家可以听到有这个声音 而且有这个回音 对吧 那我们可以把它往前再拖一点 大家会看到 其实电容麦呢 他会收到很多这样的一些环境噪音 你会发现他这里面一直都有波纹 虽然说这个波纹可能不是很高 但你在做后期处理的时候 你要么把它剪掉 要么你需要通过降噪的处理 来把他的这个声音给降掉 所以这个呢 其实是电容麦很多时候会带来的一个问题 好 那我们刚刚的听了我们的电容麦的这样的录制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动圈麦的这个录制效果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把它放在最前面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在听电容麦的时候 他有环境噪音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因为发现在这个阶段呢 他虽然已经在放了 对吧 但是他其实是没有这个声音出来的 那这就是我们在使用动圈麦的一个好处 就是他对于那些比较小的环境噪音呢 其实是很难收上来的 这就让你在进行后期处理的时候会有很大空间 你说OK那这一块我可能我做非常简单的降噪处理 对于我的人生呢 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部分呢 再拖到我们的 不很久以后 他们会有这样一些机制 来去安抚他们的员工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想法也好 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反馈通道 对大家可以听到 其实呢 当我们把它拖到这个人声这个部分 他就可以听到人声声音 而且人声的声音呢 也相对比较清晰 不像我们在使用电容麦的时候 你会听到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声的效果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点在这 那对于我们自己每一个做播客的人来说呢 那我们前期可能会使用一个非常普通的 一个设备来去录制 但是随着我们的节目越做越久 那你肯定会有一些音质上升级的诉求 那这个时候 那我个人还是更推荐你去使用一个电容麦来去录制播客 能够呢去获得更好的效果 好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如果你想要去了解更多播客制作的内容 可以访问播客入门.com来进行查看 就是播客入门这个全篇 然后.com 然后来去查看我的所有的视频课程 好 那我们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